航運股今天拉回現在買點已經浮現了嗎 沒錯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 航運股現在他們 現在他們的高運價時代是又接下來已經來了 大家好歡迎來到財經急診室 我是愛麗絲 歡迎我們萬聰國際的徐徐徐老師 愛麗絲好觀眾大家好 選前最後階段倒數了 那股民大聲說歡迎在底下留言預測 一二三位候選哪位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候選呢 好切入我們新聞的正題 那老師現在航運股拉回了 那現在是一個投資的好買點嗎 沒錯 那航運股他現在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他們的高運價現在還後續還會有更高 好我們來看 來這個是我們今天我們大喊 其實我們也開高走低 那航運股今天也都是開高走低 好那麼其實我們選舉要來了 那當然最近可能成交量 大家會比較觀望 可以看到其實大盤已經觀望好幾天了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來說 像到我們的選舉前 我認為整個大盤就是在這邊晃 但是有些股票他還是會有機會 這個時候你就要趕快來佈局 你不能等到選舉完之後 你再來買的時候可能選完之後 開始往上跳 老師那你覺得航運股會受選舉的影響嗎 當然也是會受一些影響 因為成交量整個往下降 不是只有他們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 直接來看重點的地方 這是1月5號 那麼歐美縣那邊都已經暴漲一倍 他們當然是運價 好那運費漲一倍 那當然問題就出在紅海危機那邊 那麼因為那邊就是有這些像要 他們要從紅海到地中海 這叫歐洲 但是這條路航線現在目前為止不能走 你如果要走也可以 要有軍隊幫你護航 這太難了啦老師 我們長龍牙明說要請我們國家的軍隊 去給他們護航可能難啦 這成分太高了 沒有錯 但是法國他們有做得到 因為法國他們就在附近而已 是 法國他們可以做得到 我們不可能啦 好 那麼現在目前為止 那麼如果不走那條線 不走地中海 我們就要繞一大圈 蘇伊斯運河 你就要繞一大圈 就要到 要到哪邊去 就要到好望角 是 你就要繞到非洲南非好望角那邊過去 這樣繞一大圈 然後再到歐洲 到地中海那邊的時候 這樣子所花費多 八天 來回十六天 十六天 對沒錯 本來比方說我們從我們 從我們這邊到 到地中海的話 大概是一個月一個月時間左右 嗯 現在要變成要 大概三十八天 那來回的話 來回就不止了 你就知道了 總共對 那所有 那變成說 那所有的船都在海上 那現在工具 就完全大於需求 對 而且貨櫃也在船上 需求完全要大於 大於工具太多了 沒有錯 現在目前為止大家都在 現在陸地上在搶櫃 對 那海上的在搶船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就是會造成怎麼樣 造成那一日一個行情 到1月5號的時候你看到新聞的時候是倍數 到了1月8號你看到新聞的時候 已經是三倍 漲三倍了 對沒錯 這個現在已經是漲三倍 未來在接下來的話 可能還會持續 這持續的時間業場來說的話 對海運來說的話 像海運業 短時間應該還不會平衡 短時間沒辦法平衡 因為他們那些胡賽武裝組織 他們是用游擊的 他們是用游擊的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他們看到船 他們就搶 那我想看一下老師 有哪些股票深受影響 好 當然我們要看說哪裡有機會 我認為這檔股票陽明 我認為現在今天拉回 是我認為還是一個買 對沒錯 因為他的基期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 我們可以看到 那陽明今天是下跌1.5元 我認為他的拉回是一個買點 未來的話 像他們的運價 那如果持續越長時間的話 他們獲利是會越來越大 會放大 好 那麼再來就是長榮 長榮你看其實他基期已經不低了 已經漲一大段 然後最近又在漲 所以目前為止我認為 長榮的話 我認為是應該要稍微等待 你不要追 你要買的話 我認為是陽明會相對會比較好 他的漲的幅度會有比較大 比較大的空間 再來這是在海上的 海上的 陸地貨櫃大家也要搶貨櫃 這是陸地的 農運這檔股票 那麼我認為這檔股票 那今天又拉回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整個的趨勢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沒有錯 這是買股票 我們就要買一個趨勢方向 他是 當然要做多的話 當然要做往上的 沒錯 好 那麼我們今天我們就跟你講了 兩檔股票 一檔就是陽明 另外一檔就是榮運 那這兩檔股票 那麼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感謝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產業資訊 歡迎加入老師的Literion 另外別忘了訂閱老師的YT個人頻道 我們才來經濟人士 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學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中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